在江西南昌,一家家名为阿布拉江的新疆风味餐饮门店,散落在城区的大街小巷。 在目前已有的48家分店内,各族人民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,这句话都被挂在店内写幕的位置。 今年46岁的阿布杜拉·伍拉西木已在南昌这座城市打拼了18年。 他也从一个身上仅有40元钱的流动摊点小贩,成为了拥有48家门店且月销上千之养的餐饮老板。 并带动了身边一批新疆籍年轻人成长创业。 据他介绍,最初他和妻子也经历了语言不通、不熟悉情况、租房难等一系列难题。 但在汉族兄弟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,他的事业在2010年开始起步。 通过这些年的摸索经历,他在经营上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,也逐渐赢得了顾客的认可。 第一个,洗下洋物,不能冰冻的洋物,卫生光好。 我们新疆类学徒怎么好呀?我们到店去掉,还吃不完的腿条,还扑我这么好,还如是干干净的。 在他自己的店内,年轻的新疆籍学徒正在帮忙打下手。 他告诉记者,做学徒的一两年其实也是一个培训的过程,会按月为他们计算工资,到他们新开店时作为启动资金。 学的时候,我们第二年开始开一个店。 第二我们帮助开,给了我的门子,转件是他的,开不了客户是我的。 在阿卜多拉看来,自己能在异地扎根生活,离不开大家的帮助。 他也把江西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。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及抗洪救灾期间,他带领新疆籍志愿服务队员行动在一线,捐钱捐物,参与值班,送饭。 就两个家,第一个家新疆阿卜多拉乌拉西姆,第二个家江西阿卜拉乌拉西姆。 我们是装业是这个韩族兄弟帮助我们,还当地的政府要帮助我们,我们的一件的情况,我们给打扫。 曾在阿卜多拉店内工作两年的阿卜多魏力,今年上半年,在其帮助下,也在南昌县开了一家分店。 不善表达的他面对镜头,谈了阿卜多拉对他的影响。 打给我说,五十六个,五十六个名字一家人,这那个旁边的火锅店的老板是,我们转不了三,他们帮我转一下,我们是吃饭的时间,他来,来来,我们一起吃,这是民族团队最好的。 如今,除了力所能及的带动身边新疆籍年轻一代的成长发展,阿卜多拉也在致力把他的店打造成一个增进民族交往交流的窗口。 开一个店,我们开一个民族团队的窗口了,越来越多人心,越来越多交通,我们中国都是中华民族一家人。